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台中市杨姓男子去年酒驾被警方拦查,杨男商请好朋友李楠到场瞧一下,李楠竟一向天开,要用9万元向警察行贿,换取不开罚单也不扣留机车,二名警察拒绝,李楠记得怒骂干,嚣张等语,被原警反告妨害公务罪,他便称警察不答应他,他感觉很闷,干等言辞。 是发泄情绪的口头禅,没有辱骂警察翻译,不过,法院不采信,依妨害公务罪判处拘役50日,可以科罚金5万元确定台中地院审理此案时,从警察密录器发现,李楠有行贿的戏图,依职权向台中地检署告发李楠行贿为罪罪,这部分检方还在侦查中判决书指出,杨男于去年6月22日, 2日深夜酒后骑机车,于中市西屯区樱花路与红啸路路口时,因为戴安全帽,被中市警局6分局西屯派出所二名警察拦检,杨男拒绝酒策,并告李楠道场帮忙,原警岁依规定开9万元罚单,并调扣机车,李楠突发奇想, 向二名警员说,一句话,我们将罚单的钱,9万元,给你,警察,不要开单,二名原警拒绝,并坚持开罚单,李楠气得大骂干,不就是很嚣张? 台中地院审理时,李楠便称无侮辱之意,他到现场帮朋友向警察求情,警察没答应,我觉得很闷,再加上当时喝一点酒,才会口出干,嚣张等于,台中地院依防害公务罪判处拘役五十日,李楠不服判决上诉二审,仍宣称无侮辱之意, 不过,他改口说,干等字词都是他平时口头禅,只是酒后发泄情绪,没有其他用意,另外,警察态度不好,他才有情绪之词,不过,台中高分院却认为,录影画面显示,警察执勤语气态度均属平和,没有动喝或威胁语气,李楠便此不足采信,维持拘役五十日,可以磕罚金五万元, 全万确定